太平島船隊遭飛國船攔截 竟提出這種要求 太平島船隊日前風光出發 前往太平島捍衛主權 蘋果記者23日聯絡滿集聖8號船長 透過衛星電話關心海象等航行狀況 船長竟爆出遇到菲律賓的船隻攔截 有啦 防禦有出局 其實飛機兵的那種做國軍的 船長好心給了兩箱泡麵以及一些礦泉水 並未發生任何衝突 團隊最快25日上午可以登上太平島 捍衛太平島主權 地方中心屏東報導